昨天才出爐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 台灣民意基金會呢 它有一個屬於他們特有專屬的 感情溫度排行榜 那有老師呢 其實一直在做 這是在去年2022年12月的時候呢 由這個侯友宜 他的感情溫度呢 是贏過賴清德 柯文哲和朱立倫的 他是拿到68分的高分號 這是0分到100分 那賴清德是59分居次 第三名是柯文哲53分 朱立倫是不到50分 48分 那侯友宜的部分呢 再往前推 2021年的9 2021年的時候 侯友宜也是第一名69分 所以在感情溫度 這個選項上面來講 他都是榜首 而且居高不下 那當然你會問說 感情溫度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由老師就說 你直接就是說人緣 你分出越高 就是人緣越好 那我今天有特別請要 由老師說 那這可不可以直接 轉換成就是當選機率 由老師說 假定其他的條件不變 感情溫度越高 當選機率越大 請教梁格 我覺得侯友宜 他當然是看到民調有下滑 所以四月轉趨積極 這個很明顯 他會越來越積極吧 不然你要幹嘛 因為國民黨後來也表示 最晚是6月18號嘛 對不對 以前國民黨連這個都不願意講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黨也是有夠隱晦啦 因為民進黨再怎麼樣 你說2019那一次 小英跟艾青的鬥成那個樣 他最後也是6月整個初選才結束 可是問題是3月中 人家就大概知道兩個人的程序 就民進黨至少程序很清楚 那兩個人當然還是在鬥啦 可是國民黨現在到底初選如何進行 我也不知道 還是不知道 到現在才知道 那黃建廷昨天講那個 第一階段叫黨內整合 第二階段叫泛藍整合 第三階段叫非律整合 坦白講我也聽不懂 因為我就覺得怎麼可能 黨內整合跟泛藍整合 是兩個階段呢 我感覺就是同一件事啊 同一個 對 對不對 所以然後郭台銘我也看不懂啊 他回來了 然後開了第一場記者會 結果答案是再給我30天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民調低下來 可是重點是 賴清德並沒有繼續往上升 我坦白說啦 我如果是賴清德 我反而會緊張 反而是賴清德卡住 對 因為你要知道 你已經確定是候選人 而且他剛出來的時候是比較高的 因為這兩個民調 賴清德都是下降 那個林傳媒那個民調 鄭傳媒 鄭傳媒那個民調他是下降 跌到38嘛 那民意基金那個他也是掉喔 他從36 跌到33 對不對 這個才是他的 他該緊張的部分 因為通常你成為候選人的時候 大概就是你的最高點 除非對手又犯了嚴重錯誤 那時候是最高 如果鄭傳媒的話 他贏侯友誼或是郭台銘都是14% 對 可是沒有人會這樣思考 你應該思考是說 為什麼我最高就只有41 當然 就是藍白加起來都超過他 可是你要知道 所以憲良哥你也覺得賴清德的民調數字 也真的是到頂到天花板了 到頂 成為候選人一定是到頂 因為我們要預期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後面又不是要發生中美更激烈鬥爭 如果中美更激烈鬥爭 那整個局面就會有利於抗中的訴求 可是未來下半年不是這樣 下半年感覺美國跟中國是要緩和 因為他們有太多問題必須討論 美國自己有美在問題 那也希望中國買波音 那中國對半導體制裁有意見 那還有俄烏戰爭也要共同面對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是要接觸的 所以台海會比較風平浪靜 這樣就會造成 這個藍綠之間淺綠淺藍的移動 那柯文哲為什麼會比較難 因為兩大黨對決開始 那基本上民眾黨沒有什麼區域的立委候選人 所以你很難一起造勢 你柯文哲不可能跑遍全台灣的每個角落 那可是國民兩大黨他會跑遍台灣每個角落 那到時候他們一定都跟 昨天候選人掛在一起 所以柯文哲的民調一定會被壓抑 這是必然的 因為你那個黨的能量 跟另外那兩個黨差太遠了 所以柯文哲的民調也不會再高了 因為有老師昨天作品是超過兩成 我認為會下降 他那個高到已經有點離譜了 高到22% 對 差不多 對不對 那我認為侯友宜或郭台銘 基本上就是 只要國民黨確定候選人就會一定的集中 比如說 甚至還有人在想像韓國瑜參選 那這種聲音到時候就完全不見了 那你一定要歸對的 你一定要歸對的 所以我認為 到最後賴清德跟國民黨的差距 我認為會比上次要激烈非常多 我認為可能會在5%左右 5% 5%而已 會非常激烈 那到最後就是柯文哲自己要做決定 他不變現在講 因為他如果現在講說 大家都來下架民進黨 那那個主角不是你 所以他現在最多只能夠喊一個口號叫 三黨不過半 類似這種訴求 因為總統大選你不是主角 所以可是柯文哲最後一個月的表態 就會變得很重要 比如說他最後可能會講 因為畢竟智商157了 他一定會做一些表態的 就是說他會不會開始高喊政黨輪替 我認為這個會非常關鍵 因為大家就會聽懂 就是總統跟部分區立委要分裂投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是賴清德該擔心的 就是說藍白和始終超過你 始終超過你 而且國民黨等他開始集中 回魂之後跟你的差距不會太大 而且你是在下降 所以藍白和宋石有難度 但也不見得不可能 因為我不認為柯文哲會就這樣一路 選到最後都不做調整 因為他最後就是要做一個判斷 民進黨執政對他比較有利 還是國民黨執政對他比較有利 對不對 這個政黨本來就是這樣在考慮的 然後他的部分區 他認為他現在的理想值是8到10席 他的理想值 那誰執政對你比較有利 目前民進黨的這些秋樓 他應該都知道了對不對 民進黨對媒體的掌握能力 司法的掌握能力 遠遠超過國民黨 所以我認為最後柯文哲會做一個判斷 就是他希望誰當選總統 而且坦白講他跟誰熟 我看他比較熟的是郭台銘 郭台銘 第二個就是侯友宜吧 他跟賴清德最不熟吧 不是嗎 這個很現實啊 那你交情誰最壞 就是蔡英文嘛 是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不要低估這一次選舉 到最後那個月 柯文哲個人的表態 他事實上就是把自己定位為 keymaker 因為兩個人差距不大 所以他的表態會影響最後的節目 好 好